主料,瓶固100克,木耳100克,鸡蛋2只,辅量,油,盐,葱花,枸杞,蒜,姜,香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木耳,瓶固险净,切成4备用,将两只鸡蛋炒熟备用。 锅内油烧热,爆香蒜姜,加入苹果木耳翻炒至8成熟,倒入鸡蛋翻炒均匀,将适量的水大火烧开,改小伙们煮片刻,撒上葱花和枸杞即可,成品图,烹饪技巧。 一,觉得麻烦,鸡蛋可以不炒,直接打蛋花鱼汤中也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